跟著大戶走財富一定有 我是小璇 您先來收看的是大戶羅盤籌碼動能 籌碼動足先機懂能掌握時間 大家好我是謝忠霖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動能大戶羅盤的盤後解盤視頻 好我們直接看盤大盤今天 中場下跌270點 歐利西跌6點36點 今天基本上又怎麼樣 重挫格局無差別 下跌然後呢又是跌的東倒西歪 那解盤之前 解盤之前先給大家5秒鐘 抒發一下你的情緒 抒發完冷靜一下 再來看這個盤 5 4 3 2 1 好來看 其實我現在今天下午台電法說對不對 那除了台電法說以外 晚上是CPI 那往CPI 同朋友其實今天 我個人認為啦 這個是不是有點在提前反應 因為 之前大家被下過頭了嘛 那我下過頭 同朋友今天盤中 我會這樣開始引動沙盤 主要是這個東西啊 我相信在放假的時候 就上禮拜嘛 就是崩跌之後 馬上說什麼 馬上說線控令嘛對不對 那馬上線控令 同朋友其實這個東西 我記得我前一天跟大家說 這個就沒效啦 這沒什麼用啊 我不是說這個政策不好 而是 你這種線控令 或什麼進控令啊 你是對什麼 對突發性的系統性風險有效 突發性的系統性風險 比如說什麼 上之前的COVID-19嘛 那種一突發性的 那種威脅到生命 大家會害怕 不是說什麼射飛彈那一種的 這種突發性的系統風險有效啊 但是現在的狀況 同朋友現在在疊什麼 同朋友現在是疊系統性風險嗎 然後你現在是疊美國生息嘛 生息循環沒有結束嘛 錢再回流美國嘛 然後英國這邊的那個 那個新的那個 首相 搞的什麼 搞的貨幣真的跟財政真的打架 所以英鎊還有他們的債券基本上在跳水 所以同朋友現在是疊這個東西 你懂的是嗎 他現在這個東西 你說他是系統性風險 他不是啊 你打通膨就叫珍惜啊 打通膨珍惜這個叫系統性風險 這不是啊 同朋友這不是啊 這是一個景氣循環的下行階段啊 所以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以目前來看啊 就沒什麼用嘛 因為一直創新低嘛 那今天盤中有在傳啊 說這個限空令啊 還要再加大 還要再加大 但是加大怎麼樣不知道啊 所以就是說什麼 盤中在傳說限空令還要再加大 還要再加強 所以呢 所以冰一棒棒就整個瘋下來了 但是這個後面怎麼 到底有沒有 或者說 這個狀況 我認為這個你看金管會 金管會出來說比較實在啦 那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 主要是今天盤中是這個東西啦 那盤中這個東西的話呢 朋友其實應該說 我這個盤你要從上禮拜開始看 上禮拜基本上主要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升息嘛對不對 升息的部分嘛 因為怎麼樣 非農就越意外強勁嘛 然後呢 接下來就11月跟12月嘛 到底是3加3還是3加2 馬數啦 就3加3、3加2嘛 所以呢 所以今年年底怎麼樣 年底可能就是到4%去 或者說到4.5 不知道 好不好 但是呢 基本上11月很有可能就是3% 三馬啦 三馬啦 很有可能就是升到3馬 但是這個東西 其實他已經這個市場上 基本上已經 一知道 朋友知道的東西 他就不是利空了 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啦 這個殺傷力很大的 風暴中間是什麼 風暴中間 就台積電嘛 沒錯吧 風暴中間基本上就是台積電啦 那基本上台積電的話 同時台積電的話 當然這一塊半導體 你可能稍微先閃一下 那當然當然那個 剛剛台積電法說 同時他在講這個什麼 第三季馬力衝波6 這個沒用了啦 這沒效啦 股票是反映未來 不是反映過去啦 你第三季 所有人都知道你第三季不錯嘛 你知道嗎 因為第三季是蘋果的心機嘛 然後呢台幣又大扁嘛 所以你第三季的部分 你毛力衝波6成 每股賺10.83 這個法人報告 基本上都已經寫過了 主要是大家要聽你 聽後面到底怎麼樣 那聽你後面到底怎麼樣的話 當然有兩個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什麼 他有下調今年資本支出啦 然後他也講什麼 他也講說7奈米的部分啊 那個因為會有影響啦 7奈米的部分那個產能利用率已經開始往下掉 然後呢這個影響到明年上半年 那因為這樣子 他原來高雄規劃這邊7奈米跟28奈米 28奈米 時去做 他7奈米呢 他可能這個地方他會有些調整 也就是說 他開始在講一些什麼 講一些未來 就像路易志講的啦 你不要再畫大餅啦 畫大餅沒腰聽了啦 你客戶全部都腰斬 都在下修斬 哇你還在那邊 我慘的蠻窄 這誰信啦 沒人信了啦 所以你講實話 搞不好你還可以質問 你講謊話的話 你怎麼畫大餅 沒人聽了啦 所以這個東西不用理他啦 這個畫大餅的部分啦 今年就是說賺38 但是明年的狀況怎麼樣 他已經講了 明年這個地方 7奈米開始鬆動 那5奈米你要看什麼 5奈米跟3奈米 你要看那個 新的那個手機的部分嘛 那手機的部分 蘋果明年好像有下調喔 有沒有 蘋果明年好像是有下調的喔 今年他是維持跟去年一樣的水準嘛 他明年 據我所知 他明年的單沒有下到那麼多 他目前的規劃啦 沒有下到那麼多 所以呢 所以這個後面 當然後面看那個景氣狀況怎麼樣 不過呢 開始講一些市場上 就開始講一些實話都對了 那開始講一些實話的話 現在在400以下對不對 看明年狀況怎麼樣啊 不過 今天排很差對不對 那排很差的話 有時候危機喔 有時候危機 他不是危機你知道嗎 我只能這樣講啦 因為目前是空方式 我相信就盤式的指數來講 我也跟大家提到過 這地方他是空方式 你要穩的話只能怎麼樣 你只能用結構性指跌 那今天當然結構也很差 不過呢 我們看幾個東西喔 朋友這是今天的三大法人 投信一樣照買 沒錯嘛 投信一樣買他的嘛 他根本不管你 反正這個是 講白的配額戶盤嘛 那投信又不是呆子 你真的覺得投信是笨蛋嗎 從18000這樣一路買下來 現在都已經多少 都已經 都已經在逼近之前那是12682的耶 從18000掉到13000以下的 投信還在買 你說這個不是配額戶盤是什麼 靠在配額戶盤 但是你說外資 外資基本上他一定賣嘛對不對 外資賣嘛 那外資賣的情況之下 他今天只賣97億耶 朋友 以過去的經驗來講 外資賣1億跌1點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所以如果說以正常的狀況來講的話 今天賣9270 今天跌差不多100點 差不多吧 跌100點怎麼會跌到270點去 怎麼會跌那麼多 所以呢 所以朋友 今天到底誰砍的 說真的 今天應該很多人都受不了了啦 對不對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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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到底為什麼 你好的股票也跌 壞了股票也跌 就是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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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外資賣97億的情況之下 那 跌到270 甚至ODC整個崩下去 ODC也破滴了嘛 應該是 賞戶受不了啦 有沒有 賞戶受不了的情況之下 其實就是這樣子 但是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人在抄底 甚至說有沒有人準備要撿便宜 有沒有人看 這是今天的那個期貨的部位 期貨的部位啦 有沒有 今天 今天大盤大跌對不對 今天大盤大跌 外資買了7000口的多單 你覺得他在幹什麼 你覺得他在幹什麼 今天晚上不知道CPI嗎 晚上CPI如果說 怎麼又超乎預期的話可能會崩盤 但是他這個動作有點奇怪 然後目前的多空金額 目前的多空金額是9286 你記不記得上個月 第三個禮拜三開商開多少 開7500多單 目前是9286也就是說什麼 這個數字是比7500還多的 所以在今天之前 其實也就是說什麼 你這9286很大一部分是他今天補的 他今天把他補起來 那今天把他補起來的話 我們在看 我們昨天跟大家提的 同朋友 這是營收最好的股票 應該沒錯 都創新高嘛 創新高嘛 創新高嘛 但是創新高沒效也是 然後呢位階最強的股票 保瑞對不對 前天還在 前個交易日還在創新高 今天呢今天 早盤還好好的尾盤跌停 怎麼樣 同朋友說真的啦 應該是 砍到沒股票可以砍了啦 能砍的都砍了 砍的掉的都砍了 然後呢 砍不掉了 能砍的都砍了啦 砍不掉的就砍不掉了啦 位階高的 不知道砍什麼就砍位階高的 也就是說什麼 你營收好的今天開始怎麼樣 台鈴昨天還四十幾塊對不對 給他也跌停 他位階高不高 位階高啊為什麼 營收創新高 位階高這個股票 他到昨天為止還在多方走勢嘛 但是今天呢這種位階高 營收好的全部中錯 然後那個 生機的部分避風港嘛 保瑞早上好好的尾盤跌停 其他這個也一樣啦 合一也是中錯啦 台鈴昨天那個早盤 早盤要轟的 全部都跌 那這個地方我要跟大家提到什麼 頭朋友今天雖然說是到中錯 但是呢但是 有一些狀況 我認為其實你可能稍微留意一下 明天搞不好怎麼樣 搞不好 搞不好會反彈 搞不好反彈啦 頭朋友我也不要跟你說什麼 什麼大彈特彈 彈一千點 我們不要講到東西啦 穩住就好了 穩住持續結構性止跌就好了 那其實如果說以今天來看的話 也確實有一點這種味道 但第一個叫什麼 市場上開始極度恐慌 市場上開始極度恐慌了嘛 因為法人沒有砍那麼多嘛 外資沒砍那麼多嘛 但是呢怎麼跌成這個樣子 那跌成這個樣子就是 一定是有人受不了嘛 那誰受不了 賞務受不了啦 賞務在停損了啦 就全面停損了 沒問題啦 對不對 撞不掉了 沒問題啦 但是呢 以我的經驗來看啦 往往這種狀況發生的時候 他都快要怎麼樣 他都是在落底前的錢找 因為市場上全部的停損都少出來之後 就差不多了啦 可能就是要開始直穩 然後呢 搶的股票開始 他會反轉的啦 好不好 就是開始走自己的路了 然後再看外資的這個部分的話 這個太奇怪了 對不對 就是你這邊 通常他也沒有大賣 你說這個他 97這大賣嗎 他也沒大賣 但是呢 但是他的期貨開始怎麼樣 開始在把那個 空單給他補起來 今天是70 06嘛 然後呢 目前是9286 通常這9286已經比 開當日的7500還多了咧 所以你說外資的地方看大壞 他好像也沒有看大壞 所以我認為這個地方喔 你可能要稍微 你可能要稍微反向思考一下 然後今天主要在疊什麼 在疊這些營收創新高的 營收創新高的補跌 未接高的 也補跌 所以其實這種強勢股在補跌喔 強勢股在補跌其實它都是什麼 有點碟式的尾端啦 我不可能你說什麼大盤 什麼大長特長 但是強勢股在這種跌式尾端 開始在做補跌的話 通常都怎麼樣 通常都是有點要反轉的樣子 就是強勢股起碼他後面 他會先反轉 所以就今的部分 我個人認為盤爛歸爛 但是你開始要怎麼樣 你開始要反向思考 也許明年開始沒那麼差 好不好 也許明年開始沒那麼差啦 所以頭部份我們做個結論 頭部份其實我們講的是操作方法 當然我知道最近的盤很差 那最近盤很差的話 頭部份有其實說真的 其實股票市場他都這樣子 股票市場基本上都這樣子 他來來回好幾次啦 金融海嘯這種我們都活過來了 所以像這種其實 你只要撐過金融海嘯 撐到那種跌到三千多的 然後又爬上海底 你就知道說其實股票市場 有時候就這樣子 有時候覺得我快死掉了 你在堅持那麼一下下 搞不好就活起來了 不是這樣子嗎 我在股票市場好不好 你不要看我看 年輕人 我要五十歲了 我二十幾歲開始做五票 我要做二十幾年了 那好幾次都是 我都覺得快掛點了 有時候怎麼一直跌跌跌 後面忽然又活起來 都是這樣子啊 所以那種 你覺得快要窒息的時候 往往怎麼樣 往往他就是要翻轉的時候 所以這個地方 其實我會認為 你很難過的過也是一天 你開心的過也是一天 但是如果說 你今天盤面上來看的話 雖然說很差很糟糕 對很差很糟糕 你可以抒發情緒沒有關係 但是呢 但是如果說你再去看一下結構的話 今天很多那種強勢股補跌 業績好的補跌 然後呢外資開始在補多單 其實這種有點是什麼 有點就是要快要 要痞疾太來的現象啦 所以稍微堅持一下 你說就股票的部分 這個地方你說砍掉 我們說實在 我這段叫你砍你砍的下去 都砍不下去了啦對不對 就看不下去嘛 砍不下去了嘛 砍不下去你要看節目嘛 砍得下去要看節目 砍得下去不會看節目了啦 所以那種優質的股票 營收可以交出數字的股票 這個地方我認為你也不用砍了 因為砍了搞不好反彈 所以就等彈稍微一點的話 只要稍微加碼 你不用說什麼彈回成本啦 彈回 不用這麼彈回高點啦 彈回成本再出掉啊 可以少賠一點 基本上我認為基本上就 算是比較OK啦 所以就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我個人認為這個地方 你追上面有太大意義 因為你追不下去嘛 你砍不下去嘛 大部分怎麼樣 大部分你既然砍不下去 如果說你的股票是有值的話 等它彈起來 好不好等它彈起來 就是可能這兩天 如果說有機會穩的話 等它做一次加碼 然後等它彈起來 成本附近把它出掉 先全身而退後門再看 好不好 所以就是這個部分 還是一樣跟大家講 我們講的是操作方法 有操作方法就有獲勵的 就有下一支 喜歡分享的話 可以點個訂閱按下小鈴鐺 我們節目更新完 第一時間推播通知你 我覺得各位分享到這邊 籌碼動足先機懂能掌握 其先駐蛋沒有超順利 明天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